Hello 大家好 我是MoMo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我DIY的肥料用來種花 平時煮飯應該會有很多洋蔥 其實這些洋蔥依然營養價值很高 我覺得如果它這麼有營養應該都可以用來種花 做法非常簡單 用一個玻璃瓶 將這些洋蔥皮放進去 加水就可以了 好了 浸完幾天之後 它就會這樣熟 現在放進一個瓶裡 這棵聖誕花是之前有一條影片介紹過的 就是我有兩盆聖誕花種到現在 這盆是沒有什麼起色 沒有什麼起色呢 都說一下 其實它正常會在這些花開過的地方 它會在這裡再出葉 即是這裡三個 至少都有三棵葉 它這次不是 它自己生了一條很粗的狂出來 它現在繼續生長 我換了一個盆 這是Self Watering Planter 其實它就是這樣 它下面可以放水 也可以在這裡放 我換了一些大的泥 它生長得不錯 我一施肥 其實你可以直接這樣淋下去 我們這個實驗來的 因為也是那一句 如果它生長得漂亮 其實你很快看到 基本上幾天就會知道它有沒有問題 它會有很多人說是用椒 其實如果用椒的話 我都研究過 其實是你可以浸椒皮的 而做法也是用一個樽 然後把椒皮放進去 加水 時間關係 我就已經加了水了 水是要過了一些焦 其實要這樣 蓋住它 一定要蓋住它 不是就這樣放在這裡 因為放在這裡的話 它發酵就會有很多細菌 有很多其他東西 這個要放一個星期之後就可以用 這個香蕉我浸了一個星期了 你看到它是白色的 現在就可以撕肥了 也是拿一個瓶 其實它是很濃的 很濃的 我會將它開一半水 現在就是一半了 我會混一半水 之前我都放了一些青椒進去 現在就試這個香蕉 就這樣就淋進去就可以了 其實我都曾經試過的 這些都是實驗的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上一次很明顯我淋完這個 連續淋了幾天的洋蔥水 它的葉子長得很大快和很美 現在就看看它放香蕉可以不可以 這一棵也是 這一棵就是我上一次拍過 很多根和水種生了很多 我給你們一個 close up 你看看它出到多少東西 這個框原本是有五朵花的 其中三枝已經獨立生了三條框出來 這些有很多很多葉子 它每一個枝節都再出葉 這個情況其實很好 不過它不知道是不是長得太快 我就覺得它的葉子一路出 就開始有點黃 雖然它長得很茅盛 我首先都是試一下施肥 就是試了一輪的洋蔥 現在這個就是香蕉 那我就會試一下幾天之後再拍 給大家看一個更新 十天之後 那我就這兩盆一品紅 即是聖誕花 就是用了兩隻自己DIY的肥料 都是每一樣東西我都是淋了幾天的連續 那大家看看沒有花沒有架 長得很漂亮的 所以這個DIY的肥料是可以的 那今天分享就到這裡了 下次見